我说我们因为躲也不会来这种 小时钟18开一个小时 要不要去啊 咱们上去歇会的 16 16 16 17 如果不干了30天呢 有没有工作 对 我的老公 上去歇会的 我知道 我也去 抓紧送包两餐 那一天算一包一天 够了够了够了 他们那种状态基本上都是 做一天晚三天的 四岁出来社会 打工了两三年之后 想得了份工作去做保安嘛 然后每天 最后都要朋友一起做博 2017年5月份嘛 微信红包 出了很多钱 然后外面签了很多债务 那些债主找到公司 想好了去跑路 那天是下午2点多的时候 到了深圳北站 然后就直接去山河 来到山河 去网巴上网 上累了 就去海信逛一逛 附近走一走 然后走累了 又回去上 然后上累了 就在网巴睡觉 前去上了好几天网巴 又想到了赌 走之后 没想到 运气不是那么好 来到山河 再不来一天 全部输光了 感觉这样 换下去也不行 绝对要去找日结干了 没吃行不行 没吃不行 没吃不行 做什么的 什么人呢 好几天 四十五天 不是日记要贪情操滚开牌 四十五天 当时没有身份证嘛 然后就到铺去打厅 看哪里能买身份证 就在一个客户群里面 我就约到地点 分合见面 花了110 买了还一张身份证 学院你要不要回东西文匠 有啊 你告诉我一下 七十 回东西文匠 七十是不是 我那里还有一张身份证 这种东西 卖呢 三个这个地方 第一 物价便宜 消费低 第二 他没钱呢 你可以找日结 马上最有钱 找工作比较方便 第三 他这个地方 身上几千块 你就能在这里 里面很有钱 不是 我不好说价 你直接你神心想要的话 你就说个价 能卖我就卖给你了 就是说手机如果偷了 或者卖了 没钱了 去山河那边买一部挂笔机用 就是我这一部 然后他本来说要260嘛 我说太贵了 抽个整数吧 200块 多少钱卖 我要收了直接 直接收了 350 如果欠了债务比较多的话 干日结 毕竟日结赚的钱也不多 有的会嫌活太累了 不想干 有的嫌工资低了 他们没有耐心去干 那些人 还没还了 那些人 还没还了 那些人 那些人 容易开的那种 有多人说 天日结的钱都输在里面 有多说输到十几万 你看人家的妈的 六块钱就 就中了1500万 自己这份工作 做的那种 临时保安嘛 一天100多块钱 这边结束了 就是想了 回去把工资结了 现在三合 找一找看看 有没有什么工作 干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就想办法离开这边 三合的人嘛 晚上假装出来 那个海信人才市场 放一圈看看 有没有什么工作 没找到合适呢 就反正自我安慰嘛 就是说我今天尽力了 然后就去我妈上网 上一天 二天还是一样 实在没有钱的情况下 二天日结 然后去我妈趟放这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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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